领养的妹妹是攻略者,她抢走爸妈和姐姐的爱,勾引我男朋友,不惜一切代价夺走我的全部,我劝她收手,她却嘲讽我是废物,可她不知道,我是为她好,因为上一个攻略者已经被大谢八块,埋在后院当鲜花肥料了,第一次见到江鱼是在孤儿院。 她小脸白净,在乌鸦鸦的小孩堆里格外显眼,一下车,她就跑过来抱住我妈的腿,妈妈,你能收养我吗?我想上学,我想有个家,求你了妈妈。 她哭得梨花带雨,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院长尴尬地想拉开她,我妈却摸摸她的头,好孩子,你跟我们回家吧,以后我就是你妈妈了。 江鱼难掩心喜,一蹦一跳,过来拉我的手,姐姐,以后我们一起玩。 爸爸妈妈一脸慈爱地看着她,孤儿院的小孩为她找到新家鼓掌。 阳光洒下来,场面平静温馨。 我咬着棒棒糖,耳边是她在和系统的欢呼雀跃声。 回到家,爸爸妈妈领着江鱼熟悉家里的布局。 她唯唯诺诺地跟在后面,一双眼珠子滴溜溜转个不停。 最后,目光落在我的公主裙上。 这是我过生日的时候,爸爸找大师定制的裙子,价格不菲。 这蠢货家境这么好,真是便宜她了。 宿主别动气,只要攻略成功,这些东西早晚都是你的。 江鱼愤愤不平跟系统抱怨,视线死死盯着我,眼里的不屑几乎要溢出来。 又在我妈转过头的时候,患上一副天真无害的表情。 小鱼,这是妈妈给你准备的房间,你喜欢吗? 妈妈打开我隔壁房间的门,因为时间仓促,加上第一次去孤儿院就领养成功,所以房间没怎么布置。 和我的房间比起来朴素了不少,和孤儿院相比又好很多。 江鱼脸上的笑容僵硬了一瞬,转头仰起笑, 妈妈,这真的是我的房间吗?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她小嘴一撅,眼泪跟断了线的珍珠一样往下掉。 这是我第一次有自己的房间,谢谢爸爸妈妈。 妈妈把她搂在怀里哄,怎么看都是母慈子孝的画面。 我把堂纸叠成飞机丢到垃圾桶,眨巴着眼听她和系统的对话。 凭什么江瑶柱的比我好? 真是便宜了这个傻子。 宿主别着急,等攻略完所有人,这一切都是你的了。 她心里笑得猖狂,你说得对,她的一切早晚都是我的。 我每天都能听到她和系统的商量声。 她一会儿和系统商量在我水杯里放泄药,一会儿打算把我推下楼。 然而第二天,江瑶跑在我前面下楼,走到一半突然踩空楼梯。 我过去扶她,她却推开我。 拖着不上药,被撞到的皮肤很快变成乌青。 等到晚上,一家人一起吃饭,她有意无意露出手臂上的伤痕。 小鱼,你怎么了? 妈妈拉过她的手,起身拿出药箱,给她上药。 江鱼勉强扯出一个笑,没事的妈妈,我自己不小心摔倒的。 她边说边忐忑地看向我,像只可怜的小兽。 爸爸在旁边安慰她,下次走楼梯要当心,摔跤了爸爸妈妈会心疼的。 江鱼愣了一下,不甘心地又重复了一遍。 我知道的,这次是我自己不小心摔的。 妈妈连爱地摸她的脸,妈妈知道,你还能自己吃饭吗? 还是妈妈喂你吧。 她还想说些什么,嘴里猝不及防,被塞了一口饭。 目的没达到,江鱼恨得牙痒痒。 这两个人是瞎子吗? 我都暗示得这么明显了。 害我白白摔一跤,真是气死我了。 系统安慰她,诉主。 资料显示江瑶父母为人和善, 不可能轻易相信自己的女儿会伤害别人, 建议从旁人视角攻略哦。 江鱼听取了系统的话, 第二天就把攻略的重心转移到其他人身上。 幼儿园放学早,一回到家,她就往外跑。 饭桌上,听爸妈说江鱼帮了很多人的忙。 帮忙阿姨拦下差点被狗贩子偷走的科基, 陪瘫痪在床的张奶奶聊天姐们, 及时发现陈叔叔屋子里着火, 然后报警,类似的事情数不胜数。 不到两个月, 小区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江家收养了一个小女孩。 长得可爱,乐于助人, 是大家对江鱼的第一印象。 晚上出去消时散步, 邻居们围着妹妹说说笑笑, 我被忽略得很彻底。 我跟江鱼的性格完全相反, 每天除了吃就是睡, 其他时间都窝在家里, 不喜欢和人打交道。 相比之下, 大人们更喜欢活泼开朗的江鱼。 久而久之, 大家总是当着爸妈的面拿江鱼和我比较。 说我性格孤僻, 不合群, 脑子不灵光, 没有妹妹讨人喜欢, 还夸她是福星, 能带来好运。 起初爸爸妈妈只是笑着不说话, 后来渐渐认同了这个说法。 江鱼想要的玩具, 妈妈都会给她, 告诉我姐姐要让着妹妹。 买的衣服也是她先挑选, 剩下的才是我的。 我无辣不欢, 江鱼为了保持好身材只吃清淡的饮食, 家里十天半月没有我爱吃的菜。 一家四口出门, 江鱼走在中间, 牵着爸爸妈妈的手, 留我一人走在后面, 不知道的以为他们才是一家三口。 而她头顶的攻略值也越来越高。 上学后, 江鱼的学习能力 更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她很聪明, 书看几遍就能记住全部知识点, 最后一道压轴题也很快能算出答案。 小学一年级, 我还在扒拉手指算三加四等于多少的时候, 她已经能熟背惩罚口诀表了。 其中考试, 她以三科满分的好成绩, 稳坐年级第一。 家长会上老师都夸她聪明, 是读书的好苗子, 未来能考上清华北大。 妈妈摸摸她的头, 嘴角泛着浅浅的笑意, 我们小鱼这么厉害啊。 妹妹小脸通红, 捏着一脚, 是老师教得好。 我考得很一般, 无人问津我的成绩。 站在后面看她们母慈子笑。 家长会结束后, 爸爸妈妈带她去商场。 江鱼看中了全套的芭比娃娃, 是新出的款式, 一个就要抵普通人半年的工资。 爸爸笑咪咪全部买下, 猛地想到了什么, 转头问我要什么。 我指了指路边的考长滩。 回去路上, 江鱼抱着娃娃朝我眨巴眼, 姐姐, 老师是不是算错分数了? 你明明上课很认真的, 要不我明天帮你去问问。 我歪头看她, 有些不解。 我考得差不是她干的吗? 那节体育课上, 她让系统定格时间, 拿着橡皮和铅笔走进办公室 找出我的试卷图图改改, 过了好久才出来。 我在外面等得差点睡着, 真是奇怪。 于是我摇摇头, 不用了, 继续慢悠悠摇考长。 她笑容一僵, 往我怀里塞了一个娃娃, 姐姐, 我一个人玩不过来, 给你一个吧, 我们说好一起玩的。 我不打算要, 正要还给她。 妈妈扭头看我们, 摇摇, 妹妹给你, 你就收下吧。 爸爸也温声附和, 摇摇收下吧。 我呕了一声, 慢吞吞把娃娃抱在怀里。 这个娃娃手感不怎么好, 我抱了几秒就把它放在一边。 拐角遇到红灯, 车子缓缓停下, 车厢内静得震震落可闻。 将于头上的攻略值, 已经上升到了百分之四十。 真是个蠢货, 也只配得上考尝了。 宿主加油, 按照这个进度下去, 你很快就能完成任务了。 哦, 对了, 你们系统最快完成的任务的人是谁? 有什么奖励吗? 宿主, 目前最快攻略者是, 而奖励是主神系统安排的, 具体什么奖励是不能透露的。 我早晚超越那个, 哎呀, 你跟着我就等着升级吧。 他脸上藏不住的笑意, 和系统你一言我一语, 畅想攻略成功后的生活。 不大的车厢里, 回荡着他的心声。 爸爸淡定地握着方向盘, 妈妈闭目养神, 而我习以为常吃着烤肠。 凭借优异的成绩, 将于很快变成了班级主干, 老师的得力助手。 我成绩平平, 身材微胖, 长得也不漂亮, 丢在人海里都找不到。 而江瑶在系统的帮助下, 排名永远名列前茅, 五官也愈发优越, 皮肤吹弹可破, 是校花评选的第一名。 我在他的衬托下, 显得更加暗淡。 班里男生经常拿我跟他比较。 江鱼也不例外, 下课后, 他最喜欢拉着我一起去上厕所, 享受旁人看向他时的赞叹, 以及对我的唾弃。 被人追捧夸赞完, 他转头换上谦卑犹豫的表情。 姐姐, 你别听他们瞎说, 你也很好看的。 窗户照映出我和江鱼的身形, 一个我能抵得上两个塌, 跟好看完全搭不上边,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能说出如此违和的话。 班里男生们哄堂大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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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瑶好看个屁。 他就是个整天就知道吃的肥猪。 江鱼心里得意洋洋, 却义正词严地站出来替我说话, 你们不要这么说我姐姐, 心灵美才是最重要的。 女神发话, 男生纷纷附和, 是是是, 笑话说什么都对。 他小脸仗得通红, 男生看得眼睛都直了。 我没搭理这些调侃的人, 只觉得叽叽喳喳很吵。 没人知道, 江鱼为了在众人面前展示完美的形象。 疯狂跟系统兑换美貌药水, 瘦身丸, 智商糖片。 脸蛋精致地像女娲最得意的作品, 胸伪傲人, 臀部丰满挺翘, 双腿纤细笔直, 身上的每一处都完美地不像话, 变成人群中最耀眼的存在。 不过我根本不在乎, 照就吃吃喝喝。 江鱼似乎看不下去了, 他抽掉我的辣条, 姐姐, 你怎么还吃啊? 他声音不小, 周围同学见状, 开始对我指指点点。 江鱼对他姐多好啊, 还让他少吃点。 姐妹俩真是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一个仙女, 一个肥猪。 则, 江瑶真是不知好歹。 都胖成这样了, 还吃呢? 江鱼听着别人的吹捧, 心里的得意几乎要藏不住。 头上的攻略纸渐渐升高, 他眨巴着大眼睛, 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 姐姐, 我是为了你好。 我刚说不用, 他不由分说, 拉我在体育课上跑步, 你不能再吃了, 这样对身体不好。 要多运动。 江鱼身姿轻盈, 跑起步来像只张开翅膀的蝴蝶, 又快又稳, 吸引了很多人侧目。 我被强行拉上场, 硬着头皮跟在他后面。 每秒钟已归宿前行, 肚子上的肉肉都在抖动。 一对比, 我又是被群巢的那个。 而同学越唾弃我, 将于头上的攻略值增长得就越快。 他也发现了这点, 于是想尽办法让我出囚, 以此来衬托他的美丽善良。 于是, 我的便当盒里时不时出现死蟑螂, 他慷慨地把他的那份给我。 我椅子上被泼红墨水, 他脱下外套护送我去厕所。 我外套上被丢上鼻涕虫, 他帮我训斥顽劣的男同学。 只不过每人生起气来都是美目圆争, 声音娇称, 听起来像小猫撒娇。 男生们听得心痒痒, 为了和女神有更多说话的机会, 更加肆无忌惮捉弄我。 在老师发现告诉爸妈前, 将于率先哭着告状, 妈妈, 姐姐在学校里被欺负, 我说什么那帮人都不听。 呜呜呜我好没用, 我保护不了姐姐。 全是我的错, 都怪我太没用了, 才让姐姐受欺负。 他哭得梨花带雨, 不知道的还以为被欺负的人是他。 妈妈摸摸他的头, 好了好了, 别哭了, 妈妈知道这不是你的错。 爸爸叹了口气, 这件我会跟老师反应的, 小鱼这不关你的事, 别自责了。 我波澜不惊地嚼着口香糖, 听他嗲嗲地哭声。 江鱼的攻略是有成效的。 现在我身边的同学、 老师、 邻居, 甚至连路口卖闸串的阿姨 都更喜欢他。 晚上, 我去厨房煮泡面, 路过江鱼房间, 听见他在和江青眼打电话。 江青眼是我哥哥, 比我大八岁, 在外企工作。 公司在国外的缘故, 他难得回家。 领养这件事, 他是知道的, 也是赞成的。 一开始打视频通话的时候, 江鱼兢兢兢兢躲在我身后, 生怕哥哥不喜欢他。 没想到, 我哥言语间, 对他表达出了浓烈的欢迎和喜欢。 江鱼嘴巴甜, 很懂如何讨人欢心。 短短几天, 两人就聊到一起, 经常半夜还在通电话, 关系愈发亲密,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才是形影不离的亲兄妹。 我知道, 我哥也是江鱼的攻略对象之一。 再次路过的时候, 通话已经结束。 隔着门板, 江鱼在跟系统疯狂吐槽。 江瑶就是个傻子, 只会吃河睡, 跟猪一样。 不过倒是省心了不少, 还有百分之五十, 我很快就能取代他了。 他爸妈也是愚蠢至极, 我说什么都信, 等我攻略成功, 以后他们的钱都是我的。 便宜他了, 有个这么帅的哥哥, 我得早点拿下他。 我内心毫无波澜, 端着泡面准备回房间。 一抬头, 爸妈不知何时站在了我面前, 嘴角笑容弧度整齐滑衣。 瑶瑶你饿了吗? 我妈盯着我笑。 我摇了摇头, 压低声音, 我煮了面, 爸妈, 你们别操心了, 快去睡吧。 他们这才转身走了。 期末考试结束, 江鱼毫不意外又是第一名。 临近年关, 我哥回来过年。 江鱼看到他眼睛发亮, 像只小蝴蝶一样扑上去, 哥哥, 你回来了, 我好想你啊。 哥哥轻笑着接住他, 你就是小鱼啊, 我们终于见面了。 江鱼轻易地靠在他身上, 丝毫没察觉我哥没有情绪的视线, 落在他身上。 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用余光看了他们一眼。 俊男靓女站一起, 比我更像亲兄妹。 哥哥从包里拿出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 神色有些为难, 这是限量款, 只有一个, 你们给摇摇吧, 我没有也没关系的, 我都习惯了。 江鱼笑着推托, 失落却又撑着强颜欢笑, 坚强中多了一丝脆弱。 我哥神色瞬间动容起来, 我摆了摆手, 我不要了, 给妹妹吧。 摆件又不能吃, 要来也没用。 饭桌上, 哥哥主动给江鱼夹菜。 江鱼勾了勾唇, 转头看我, 眼里是仅我可见的挑衅。 面对这么大一桌子菜, 我心情大好, 勉为其难, 装出一副爹, 不疼妈不爱哥不夹菜的可怜样配合他, 筷子灵活穿梭在各个盘子之间。 其他的我能忍, 吃绝对不能委屈自己。 吃饱喝足后, 哥哥打了一通电话, 说要他转回国内的分公司。 他说这话时, 勾人的桃花眼, 有意无意地看向江鱼。 这很难让人不多想。 江鱼也是这么认为的, 他暗暗压下心计, 对拿下我哥更加势在必得。 对于这出荒谬的戏码, 我选择视而不见, 默默往嘴里扒饭。 我哥好像还挺喜欢江鱼的。 每次路过江鱼房间的时候, 总能看到我哥在帮他辅导功课。 以前, 我哥教我题目, 他总是嫌我笨, 一道题讲几遍还是不会, 让妈妈给我找家庭教师。 而现在, 他会主动给江鱼讲解题目, 一遍一遍, 不厌其烦。 我讲得够清楚吗? 要是不懂的话, 我再讲一遍。 我哥歪头看他, 好看的桃花眼泛滥多情。 江鱼看呆了, 他笑得羞涩, 不是很懂, 哥哥你能再讲一遍吗? 他点点头, 换了种更简单易懂的解题公式。 在稿纸上, 一一罗列出解题步骤。 江鱼勾了勾唇, 颇为得意地扭头看我。 不仅如此, 江鱼的穿着也越来越不对劲。 江鱼从后毛衣, 转变为小吊带, 最后变为紧身包臀裙, 有意无意露出雪白的肌肤。 两人时不时眼神对视, 我哥的愉悦显而易见。 我隐约察觉到 两人之间的氛围越来越不对劲。 偷偷找过江鱼谈话, 让他跟我哥不要靠太近。 谁知他转头就告诉了我哥, 说我挑拨离间他们兄妹间的关系。 我哥笑了, 精致地眉眼微微挑起, 摇摇, 你想多了, 小鱼出来乍到的, 我怕他不习惯。 这个借口很拙劣, 我自然是不信的。 算起来, 江鱼来家里都好多年了, 家里的摆设比我还清楚, 管着叫出来乍到, 骗谁呢? 然而江鱼狠吃这套, 我哥长得帅又有钱, 智商阅历吊打一个出出茅庐的小姑娘, 把他哄得团团转。 有一次参加公司年会, 江鱼小鸟一人跟在我哥身边, 分公司五湖四海的人, 不知道我家领养的事, 以为是他女朋友, 举着酒杯, 恭维百年好合。 我哥笑容淡淡, 没有反驳, 反倒将酒一饮而尽。 还是秘书出声解释, 大家这才知道, 闹了一场乌龙。 后面更是在酒会上宣布, 他以后将留在分公司工作。 这个举动, 在江鱼看来, 我哥完全是为了他才留在这边工作的。 于是更是肆无忌惮, 经常在我面前炫耀哥哥又给他, 买了什么昂贵的首饰裙子。 话里话外嘲讽我肥猪, 亲妹妹又怎么样, 他更得家里人的喜欢。 头顶的攻略值也持续上升到了70%。 高三开学那天, 我哥送我们去学校。 他俩站在校门口就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引得人频频侧目。 寒假里, 江鱼喝了更多的美貌药水, 容貌更为出挑, 站在那里就是楚楚动人的大美人。 过年亲戚来我家, 无一不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连路过的街边采访都围上来采访江鱼。 直到开学后, 江鱼头上的攻略值突然纹丝不动, 距离完成攻略任务还差20%。 他肉眼可见得慌张, 询问系统是不是出bug了。 系统一番查询后告诉他, 我周围攻略对象除了爸妈几乎已经满了, 要等待新的攻略人物出现。 江鱼人缘好, 天天在外面攻略各种人物。 可我的生活基本三点一线, 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吃喝睡, 也没什么朋友, 周末就喜欢宅在家里。 他变招法让我出去接触别人。 然而我很懒, 根本不想动。 江鱼怂恿爸妈一起劝说我, 我只好应下, 答应陪他参加社团。 最终, 我挑了个阅读社团。 因为不用动, 江鱼虽然不服, 但拗不过我跟着来。 地点在学校图书馆, 我随便从书架上拿了堆书坐下翻看, 身边的座位猝不及防被拉开。 同学, 你身边有人吗? 男生穿着藏蓝色T恤, 五官立体深邃, 碎发下好看的眉眼正盯着我看, 手里是一本厚厚的资质通鉴。 我看了一眼便收回目光, 摇摇头, 没有。 他拉开椅子坐下, 无意往我这里瞥了一眼, 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同学, 你看完能把这本借我吗? 我这才发现, 一堆言情小书里, 不知何时夹杂了本资质通鉴解析册。 我抽出来递给他, 不好意思, 应该是我拿错了。 他向我道谢后, 就沉浸在知识的海洋。 挑完书回来的江鱼, 看到我身边的男生眼睛一亮, 问系统他是不是攻略对象。 系统不确定, 但江鱼不想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路过我身边的时候, 不小心扭到了脚, 直接往男生身上倒。 奈何正好男生转过头问我借笔, 江鱼扑了个空, 冬一声摔地上。 他扭到了脚踝, 哭得梨花带雨, 我见有脸, 惊动了周围的人。 男生错愕地回头看他, 随机转头在草稿纸上, 奋笔集书。 江鱼傻眼了, 没想到对方这么不解风情, 最后还是几个田狗把他扶去医务室。 回到班级, 班主任身后跟了个转校生, 就是那个藏蓝色T恤的男生。 他一进门, 全班女主的视线都被他吸引。 全班只有我是单人座, 老师让他暂时坐我旁边。 同学又见面了, 我叫许南一, 他朝我笑。 你好, 我叫江瑶。 下了课, 江鱼借着发试卷的名头 跟他搭话, 你好呀, 我是七班班长江鱼, 以后遇到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讲哦。 许南一礼貌应下, 被老师叫去了办公室。 我若有所思望着他的背影, 南一, 南一, 莫非他就是南一号? 是江鱼最后要攻略的人。 很快, 江鱼和系统的对话印证了我的猜想。 只要最后拿下许南一, 他的攻略就会大功告成。 只不过许南一的爱好很独特, 他不同于同龄男生那般喜欢打游戏, 反而一心钻研古代文学。 我经常在他桌上看到各种古文书。 唐宋元明清南北朝应有尽有。 据说他祖上是元代教学家许恒, 我看十有八九是真的。 期末语文试卷发下来后, 我瞥了一眼他的分数。 一百四十二分。 客观题几乎满分。 是班里的语文第一名。 客代表正好发到我的卷子, 明晃晃的七十六分。 我不是很在意, 随手把卷子放在桌上, 起身去小卖部买吃的。 回来的时候, 看到许南一在看我的卷子, 好像很入迷的样子。 我拆开卖力宿悠悠坐下, 怎么? 学霸还要看学渣的卷子。 他抬起头, 表情很是难言, 江同学, 你这个观点是自己写的。 我笑了, 我还能作弊不成, 谁作弊了还没能及格的。 许南一挠了挠头, 从抽屉里拿出古书, 无比熟练地翻到某页。 对着书纸, 我的作文, 可是你这句话和书上一模一样。 我嚼着巧克力, 满不在乎, 真的吗? 我乱写的, 可能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吧。 他又细细比对了一番, 精致地眉眼皱成一团。 江同学, 你真的不是在骗我。 我没说话, 骗人不好, 但我有权保持沉默。 确定四下无人后, 他看了看卷子, 又看了看我, 眼神从震惊变得怀疑, 江同学, 你是不是故意装作学渣? 我摇头否认, 怎么可能, 谁不想当学霸被人夸? 伸手指了指前面, 示意他看第一排中间的人, 诺, 像他那样。 江鱼这次考试, 又考了全年级第一, 班里一半女生, 都围在他身边吹捧。 被领养后, 他的心思全放攻略和外貌上, 可是一点没学, 全靠考前狂吃智商糖片, 力挽狂拦。 此时, 江鱼看我和许男义交谈亲密, 眼神带着恶狠狠的警告。 我一开目光, 屁股往椅子朝外挪了挪, 用桌子小缝隔出条扭扭歪歪的三八线。 我们不熟, 你离我远点。 我可不想平白无故遭殃, 然而没什么用。 许男一坚信我是装的, 他向青蛙找到了妈, 拿着输一个劲跟我讨论, 还问我很天的典故。 害得我上课没时间睡觉, 下课没空吃零食。 我烦躁得很, 把回答写在一张纸上丢给他, 这才获得了片刻宁静。 距离高考还有三个月, 学校为了升学率, 开始疯狂举行考试。 月考半月考周考, 甚至出了日考。 一开始, 我还能下写两笔糊弄下, 后来随着试卷越来越多, 我直接摆烂睡觉了。 成功从倒数第二变成倒数第一。 江鱼为了能和许楠亦有共同话题, 智商糖片直接按斤吃, 常常考试稳坐第一。 系统提醒他, 吃多了会有副作用, 他压根不听, 一心成为最快完成攻略的人。 爸妈看他学习这么辛苦, 每天晚上都给他煮营养消夜吃。 我嫌书搬来搬去太重, 每天就背个空书包回家。 爸爸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 江瑶, 你妹妹成绩好还用功, 你什么时候学学她? 妈妈直叹气, 脸上写满了对我的失望。 江鱼高兴极了, 爸妈对我越失望, 她头顶亲子向的攻略值越高, 很快即将满阁。 现在最大的难题就是攻略许男一。 许男一不愧是男一, 别的男生看到我这种丑女, 会嫌弃地叫我死肥猪, 然而她看向我的眼神, 跟常人无异, 甚至带着一种难言的兴奋。 江鱼不愿意花时间学习, 为了跟她有共同话题, 只能加大药量, 获取文学知识, 这才勉强跟她交谈上。 然而人工干预终究是有限的, 许男一跟她聊不过瘾, 转头找我聊天。 江鱼从来都是追星捧月的存在, 什么时候受过这待遇, 看我的眼神简直能吃人。 我简直有苦说不出。 为了躲她, 我一下课就表演昏睡不醒, 要么揣着零食跑去女厕所避难, 还要我怎样? 后来我干脆摆烂了, 任由她在爸妈, 哥哥和老师面前说我坏话。 然而没过多久, 江鱼很快就顾不上我了。 二摩考成绩出来那天, 我发挥稳定, 照旧荣获倒数第一, 倒是江鱼出现了 重大失误, 各科都出现降分现象, 排名从年级第一调出了五十名。 这下可把老师急坏了, 一下课就把她喊去办公室谈话。 江鱼, 你最近状态是不是不好? 怎么分数降这么多? 江鱼眼下眼底的慌乱, 她挤出一个微笑, 老师, 我考试那天肚子有点疼, 所以没发挥好。 老师松了一口气, 老师就知道你是失误, 没事, 偶尔失误很正常。 我从小卖部回来, 正好听到他们的对话, 一听就知道江鱼在撒谎。 分明是智商糖片, 吃多不管用了。 系统事先提醒过她, 兑换的任何药物吃多后, 都会有副作用。 先前智商多高, 后面就会直线下降, 同理, 美貌身材也一样。 出了办公室, 江鱼着急忙慌地找系统商量对策。 宿主, 我只负责提供商品, 其他的要靠自己哦。 江鱼要抓狂了, 他临时抱佛脚, 每天晚上看书到深夜。 可是高中三年的知识, 哪里可能一下子进入脑袋, 没了药物的帮助, 他像没了轮胎的车子, 心烦意乱, 什么都学不进去。 他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攻略许楠一身上。 只要完成攻略, 一切都会恢复到最初的状态。 许楠一向是没察觉, 赵丽每天找我聊文学。 我每天顶着江鱼杀死人的眼神, 跟他讲话。 生怕一个不注意, 他就冲上来嘎了我。 三魔即将到来, 江鱼烦躁地能杀人。 不仅他的智商倒退, 就连美貌和身材都在慢慢消散。 他不再是吃不胖的体质, 也会因为熬夜脸上出油冒斗, 肉眼可见的状态不对劲。 就像身上的万人迷系统突然消失不见, 他再慢慢变成一个普通女生。 平时围在他身边递情书的男生, 转头跟隔壁搬花献殷勤。 我告诉许楠一, 最近别找我, 只要他帮我稳定住江鱼的情绪, 等高考完他想和问我什么都行。 他答应得很痛快, 江鱼以为自己的攻略即将完成, 也不来找我查了。 他的三摩成绩更是糟糕, 排名一下子倒退了两百名, 接近倒数。 老师同学自然不信这是江鱼的真实实力, 以为他压力大, 安慰了两句就作罢。 转眼到了六月, 高考那天我和江鱼一个考场。 考试时间过半, 他一笔没动。 铃声响起之际, 他使用了最后一张暂停时间券, 走向成绩最好的同学, 拿起他的卷子一顿抄。 做完这一切, 他重新回到座位上启动时间。 走出考场, 江鱼第一时间打电话给许楠一。 我知道, 许楠一为了稳住江鱼, 答应高考结束后两人就在一起。 现在考试结束, 他自然不会去赴约。 江鱼不甘心, 激进疯狂地拨打了一遍又一遍, 直到手机电铃耗尽。 到最后, 他没等到许楠一, 倒是等来了警察叔叔。 毕竟高考作弊在哪里都不算件小事, 任何系统售卖的商品都遵循一个原则, 过度使用都会遭到反噬。 先前, 江鱼为了防止别人超过他, 在运动会上暂停时间率先跑到终点。 只要是学校里组织的考试, 他几乎都偷偷改高自己的分数, 把竞争对手卷子的正确答案改错。 他以为自己考完就会攻略下徐南一, 所以在高考做出了如此举动后也不在意。 如今魔法失效了, 他的举动全部暴露在监控里。 不过短短一天, 昔日品学兼优的校园女神成为了人人唾弃的作弊者。 在江鱼被系统抹杀前, 我去监狱见了他一面。 他变得疯疯癫癫, 精神失常, 一头绣发成了鸡窝头, 完全看不出以前的美貌。 没了系统的加持, 变成了他曾经最看不起的样子。 见到我, 更是恨不得扑上来扒我的皮, 死肥猪, 你的一切都是我的。 都是你, 都是你毁了我的一切。 我气笑了, 轻飘飘看他一眼, 你有资格说我。 我可什么都没干。 我谈吃爱睡, 爱着你什么了吗? 倒是你, 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我对上他惊恐的眼神, 慢悠悠倒豆子。 王阿姨的狗是你偷走的, 你让狗贩子配合你演绎出戏, 把张奶奶推下台阶, 害他瘫痪在床, 借机去照顾他不好感, 故意把点燃的烟头 扔进陈叔叔的房子里, 然后再假惺惺打电话报警。 这一桩一件, 也足够你坐牢了吧。 现在还觉得自己冤? 将于这时候不傻了,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不可能不可能。 我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你怎么会知道的? 我面无表情,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攻略守则第一条, 在非必要条件下, 不得主动伤害他人来获取攻略职。 我双手暴毙, 公事公办的语气, 既然想赢, 就要遵守攻略规则。 他彻底傻眼, 失声尖叫, 你到底是谁? 可惜他没等到回答, 就被主系统消灭了。 我走出监狱, 熟悉的系统电子难音 在耳边响起, 您的休假已结束, 请开启下一个副本。 我是Aria。 在圆满完成999个攻略任务后, 终于和主神谈判成功, 争取到休假机会。 主神声音淡淡, 你有什么要求吗? 我想了想, 不要变成大美人, 普通人就行, 家里最好有钱点, 能吃能喝能睡, 怎么摆烂怎么来。 他答应后, 我激动地睡不着觉。 鬼知道之前 为了攻略各种男人, 我每天端着扮演爵士美人, 有多累。 这次必须好好放纵, 犒劳一下自己。 于是我带着记忆, 灵魂附体到一个 富贵人家的女婴身上。 然而主神不做人, 给我挑了个 和攻略者有渊源的家庭。 他们的第一个爱女 是被上一个攻略者杀死的, 而这家人没有失去记忆, 为了给女儿报仇。 把上一个攻略者 大卸八块 做成了鲜花肥料, 下一个攻略者 自然也逃不过。 好在我是他们的第二个女儿, 每天只用吃喝玩乐摆烂, 恩恩怨怨, 与我无关。 反正我是来摆烂的, 家里也不差钱。 不知道为什么, 江鱼看我格外不顺眼。 我看着她一步步违反攻略规定, 靠外挂获得美貌和成绩, 让所有人都喜欢她。 其实, 外挂是允许使用的, 只能在特殊条件下, 过度依靠 会产生反噬作用。 她已经严重违反规定, 不管成不成功, 都会失败。 可惜她沦陷其中, 任由谁劝说都没用。 每年都有不少攻略者 失去初心, 抱着侥幸违反攻略规则, 最终被系统彻底抹杀。 因果循环, 自己做得恶, 终究会报应到自己身上。